哦,我是和解的朋友,因为我们比较熟,对。 他是怎么跟你这些新租交通过来的? 就前几天吧,对。 有没有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,红包啊? 红包是必须的,哈哈哈。 哦,多大的呀。 啊,反正是够心意吧,我觉得。 够心意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啊? 嗯,对,一个吉利的数字。 算我没说吗? 哦,不回答这个问题,哈哈哈。 对。 你就是觉得他这个婚礼做成的感觉怎么样? 我也是第一次过来,对。 然后让我自己一个人找,可能找不到,就是。 找了很长时间。 反正今天我觉得就是,那和解的大喜日子嘛。 我现在作为朋友来讲,那作为同一公司的这一个, 呃,怎么讲? 同一公司同事的讲,我觉得就希望说, 能够过来现场给他送上祝福吧。 那说两句祝福吧,对新人。 就是希望他们白头偕老,然后,呃, 找生归子。 对。 你觉得很和解,就是你今天婚期的时候, 跟之前你认识的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感觉? 嗯,我觉得,呃,最起码你就,可以感觉到他最近的这种幸福的感觉吧。 我觉得,当一个人找到了另外一半的时候, 这种幸福是,呃,就是,由内而外的,这种。 嗯,嗯。 那,是不是希望自己的幸福就这一刻也赶紧到来? 我加油,哈哈,我加油。 有计划吗? 呃,也没有,现在还没有说,呃,很明确的计划, 但是也希望能够尽快吧。 尽快吧。 对,希望吧。 上搜索视频,看中国声音。 大家好,我是汪峰。